今天剛好要來超市買東西 所以就跟大家介紹一下以色列的超市 然後通常一進來是會有那種果菜區啊 然後還有一些特價區 現在我們就從一開始進來逛看看 一開始可能會看到就是類似這種特價品 然後有時候會有像是 像是這種蛋糕 就是像這種水果蛋糕之類的 這種其實蠻好吃的 如果有喜歡吃這種餅乾啊蛋糕 稍後的人都可以來看看 然後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一些特價的區域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就是他們還蠻喜歡吃的 就是有點像是煌米香的米餅 是沒什麼味道啊 但是他們喜歡配著沙拉什麼一起吃這樣 然後前面可以看到就是各種 還蠻正常的就骨片類的東西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他們小孩子常吃的那種糖果類的東西 然後其實跟台灣很像就是一些軟糖啊 之類的就是都是小朋友在吃的 感覺充滿色素和水果 人工香料味的那個糖果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台灣也有巧克力類的東西 然後這裡有一個牌子 就是他們那個 以色列自己有的牌子 然後這個出很多東西 就是不只巧克力 各種餅乾啊 還有咖啡類的東西也都有 然後前面看到這個可以是他們那個最常吃的餅乾 就是方法 這個是他們以色列 國民小吃啊 有點吃起來有點像乖乖 但是它是花生味的乖乖這樣 這個也是來以色列就是常常都會買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也決定要買一個 然後這裡還有那種新出來的 這個是甜蔥型的 甜蔥型的方法 就可以看到它中間有甜蔥巧克力口味 然後還有Oreo Oreo口味 印象中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口味 但是可能賣掉了 所以就沒有看到 之前也是好像有看到類似 奶昔口味的還是什麼的 但是就是不要忘記就是方法是 這邊最熱門的 所以來這裡一定要吃看看 就是有點像是花生口味的乖乖 然後它是6包15塊 所以 一包大概是 台幣 20塊左右吧 然後可以看到它也是賣各種進口的餅乾 然後還有他們自己的餅乾 可是整體來說就是 以色列的餅乾沒有台灣那麼多 多樣化 然後沒有感覺沒有那麼好吃的感覺 就可以看到這裡就很像 很像我們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可樂果的 可是問題是它的味道沒有很好吃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金牛角 有點像是金牛角的餅乾 然後還有一些像奇怪口味的餅乾 這樣 OK看到他們真的很喜歡吃爆米花 所以連爆米花也出這種 小包裝的 然後這邊的製多斯 還蠻難吃的 製多斯跟台灣不一樣 然後這就很像他們的波卡波勒 這樣 好前面可以看到就是 接下來這區就是他們 這裡可以看到他們很愛吃 很愛喝那種甜甜的 果汁加水這樣 可是那感覺非常的不健康 然後這一區就是 果醬啊 巧克力醬 蜂蜜之類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就是來以色列也可以考慮買一下 就是野藻醬 這個東西也是只有以色列有賣 它是 從野藻提出來的野藻蜜 這個跟 目前好像真的是只有看到 以色列有在賣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有來的人 可以考慮 買一罐或者先嘗看看 自己喜不喜歡 它味道是蠻特別的 因為是野藻味 可以看到另外一邊就是 餅乾類的 餅乾類其實 就跟台灣差不多啦 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以看到因為現在是那個 早上是他們補貨的時間 然後基本上咖啡的話 就是 他們絕大部分 因為方便還是喝幾種咖啡 但是他們還是有賣他們自己 自己品牌的土耳其咖啡 然後這種是用那個小小的壺 壺去滾完 滾個幾次之後 就讓它那個 自然沉澱之後倒出來喝這樣 就有點像土耳其咖啡這樣 然後就飲料其實也都是差不多就是果汁啊什麼之類的 但比較特別是他們有賣那個 以色列的黑麥子 這就是他們以色列的黑麥子 然後是非常大關的 就如果有來的話可以買一罐喝 還蠻好喝的 然後這 不太確定它的價錢 印象中是蠻便宜的 沒有很貴 然後這邊就差不多就是一些調味料 一些糖啊 然後橄欖油啊 油類的 然後因為他們吃的東西其實也是很西方化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巴斯塔類的東西 那這裡有一種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拿來加在湯裡面的 有點像是 其實像是吐司怪 其實也不是吐司怪 但是它是拿來加在湯裡面 然後它會吸湯汁之後 變軟 所以就有點像是拿來取代米飯 然後加在湯裡面 就像台灣有時候人家喝玉米濃湯會加一些那種 硬塊的麵包之類的 這就有點像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也是以色列人很愛吃的 就會加在那個湯裡面 泡在裡面給它泡開這樣 然後這裡就是各式不同的古類 然後前面會看到就是有 它的超市也是外賣各種湖慕斯 只是超市賣的湖慕斯 有時候它的那個 豆味會比較重 所以就是吃起來沒有像 在外面買的 現弄的 那麼新鮮那麼好吃 然後當然還有各種不同的醬菜 所以如果 如果沒有去SHUK 的話可以先在超市買幾個吃看看 可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還是去SHUK買比較新鮮 味道感覺比較好吃一點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就是普通的一些 罐頭類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罐頭就 感染啊 玉米啊 鷹嘴豆啊 就是一些豆類的罐頭這樣 就跟台灣都差不多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超市其實也會賣像這一種 整盒的Kanabe 這種就是如果你是到Hostel 然後不想要在外面吃很貴的 其實這個也算還不錯吃 所以你可以直接買一盒 然後回去那個Hostel 直接烤一烤 就可以吃了 然後這就是一些不一樣的那個 調味料 像這個是Apple Sauce 就蘋果醬 然後還有一些番茄醬啊等等的 然後這邊 可以看到就是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像是美乃籽 他們也很愛吃美乃籽 然後這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醬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邊有一些就是他們最 來以色列一定會吃的SHUKA SHUKA 所以他們其實只有出醬 你可以直接買一個醬來吃就好了 然後其他的東西看起來好像就是 台灣都有的東西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奇妙 有啦這裡會有一些 冷凍食品的話就還是會有一些比較特別 像是可以看到像是這種 阿拉伯風格的炸物啊 或者是旁邊這一種 一些各種不一樣的炸物那種感覺 這個有些是還不錯吃 只是可能就自己要看自己喜歡吃什麼 自己找自己挑這樣 就後面大概就是一些乳製品 就是他們也很喜歡吃這種 乳酪製品阿 乳酪製品然後還有一些 牛奶類和蛋奶類的都放在後面 然後這邊 現在因為那個健康 健康風潮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們也開始有出這種 豆奶類的飲品 所以如果是喜歡喝豆醬也可以買看看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這裡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是用羊奶做的 羊奶做的那個優格 這個也是如果喜歡 羊奶製品的人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今天就大概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有漏掉什麼的話 就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到時候我可以再補介紹一下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